Hello 我是你们最爱的摄影博主季老师 最近翻了一下视频 好像很久都没有给你们出关于摄影类的干货视频了 那现在已经是2020年了嘛 关于去年2019年是不是立了很多flag 季老师我今年一定会买一个相机的 看了你的视频 我决定今年一定要拍一个自己的旅行路了 我今年一定要好好学习剪辑 今年一定要去两到三个国家 那2019年没有完成的愿望 2020年是不是可以开始立新的flag了呢 那今天这一期关于摄影的种草开始了 首先第一个呢 我去年年底的时候买了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到现在还没有拆包装 想选个风和日历的下午 拍一个美美的视频来对得起它 你们猜一下我这个东西是拿来干嘛的 它其实呢是一个胶卷收纳展示框 在这里面有一样是可以放80卷 把我以前拍过的卷可以放在里面 嗯相当于一个展示吧 告诉自己嗯我已经拍了这么多卷 还拍蓝天的话就对不起这墙上80格胶卷 拿出我毕生拍过的卷了 冲草胶卷之后呢 我会让店家把那个暗盒空盒给寄回来 这个是一小部分 顺久远的我收纳在以前的一个小的盒子 看起来挺多的 现在胶卷涨价还挺厉害的 就比如说C200吧 特达这个200 以前我们买的时候都是9块8块 现在一下子都36块38块了 拍不起了现在 然后我记得当年比较贵的一些卷 是啊 我找到一个以前最喜欢用的 然后也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卷 Prophoto XL 这个当年被称作是学姐卷 然后拍人像是特别适合的 我现在最常用的还是C200和柯达的那个200 算了我先整理 整理完了之后再和大家聊一下 找到了自己最初拍胶卷的一些暗盒 看到上面还写着一些标签 哎那个回忆完全涌上心头 刚开始拍胶卷的心情 又小心翼翼又紧张又期待 然后还怕自己忘记 每个文件夹都写了第几卷 然后每一卷的名字 时间以及去的地方 我全部都会把它标注起来 哇已经装好了 不过呢好像80卷没有拍满 那看来新的一年要多多努力拍胶卷了 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最喜欢的卷吧 最最最最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瑞拉 我当时拿它来拍一个咖啡馆 很多年前就很喜欢去一些好看的咖啡馆的探店 那第二个话题呢想跟大家聊一下 季老师有那么多相机 那最近最常用的是哪些呢 那我日常用的相机呢 一个是现在正在拍视频的这个机器X2 嗯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会把它换掉吧 但是我觉得近两年拿来拍日常的话 应该是足够用的 因为它是变焦的嘛 可以拍广角的一个大环境 也可以抓一些细节 很有意思的是 我闺蜜出去正好给我带了一个这样的挂坠 嗯是哈利波特的一个 每个人现在人手都有一个机器X 然后我的机器X因为挂了一个这个东西 就感觉和别人很不一样 就是算是通过一些小的装饰品 让自己的相机看上去更有自己的味道吧 然后我最近发的照片 日常的那些迪士尼啊 咖啡馆 用的是索尼α7R4 之前用的是M3嘛 拍视频 对画质啊 还有一些稳定 有一些新的要求 所以我就换了R4 像拍日常Vlog的话 真的是机器X为主 然后这个R4作为辅助 就我一般是先帮他们拍一些角度 我说哎你们照着这个样子给我来按个两张 两张我就很满足了 出门在外的话拍视频是真的很消磨时间 除非你的朋友愿意等你 或者你一个人比较近的下心去拍一些东西 像吉州岛呀 然后迪士尼呀 还有出去玩的一些视频 朋友在旁边在自拍或者干嘛的时候 赶紧抓出来拍个五秒十秒 然后回去整理素材 剪一个比较好看的片子 其实片子都是这么做出来的 而不是说真的在那很叮叮心心 一个下午在那边拍那么一条 想想自己真不容易 那还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家里有很多相机之后 总有心里最喜欢的那一款吧 那有些你买回来可能只是图它的颜值好看 平时看到它就觉得心情好 怎么把它展示出来呢 就买了一个这样的小托盘 其实是跟我那些比较喜欢买居家用品的朋友 一起出去种草的啦 宜家就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托盘 有些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就应该展示出来 不要把它雪藏 雪藏了可能你压根就过一段就想不起它了 我想展示的相机呢 是我这一台A1 它应该是陪伴我最久的相机了 然后有了这个托盘以后呢 把它架在上面 然后把它放在桌子上 就感觉它做了一个宝座 然后别的都是平民 它最特别对我来说最有意义 下一个呢 就是大家最常问的 季老师是用什么电脑剪辑 什么配置 什么软件呢 我用的最久的是这一台 确实内存不是很大 用一些插件会比较卡 上个月 上两个月毅然决然地换了一个新的电脑 我来看一下 新的电脑 贴了很多比较娘炮的贴纸 2019款的 13寸的 剪片呢 我用的是这个Final Cut Pro 因为它的操作非常的傻瓜 这也说起来就长了 视频这样拖进来 下面再加音乐 加音效 然后上面再加一些特效和字幕 是不是看下去就很简单的一个软件 好了这一期种草就到这了 不知道老婆们有没有被我种草什么东西呢 还有没多久就过年了嘛 那季老师在这里立一个flag 我想连出几期近期上新的一些相机 每个月都会有新的私信来问我 关于相机的挑选 那现在相机更新也会比较快 所以季老师也得不停的做更新的功课 刷新一下大家对于一些市场上相机的了解 那还没有买相机 还在观望中的老婆们呢 也可以关注一下我接下来会发的一些视频 希望这不是一个flag 那老婆们 2020年加油了 下期见 拜拜